这一次重新回到巴蒂亚 也就是短短的可能四五天时间吧 好像现在江湖上又出现了关于我的传说 就是那种风言风语 就是这种造谣发动机又开始启动了 实际上我离开巴蒂亚半年时间 关于泰国方面的内容都说的比较少 逐渐淡出了泰国自媒体 我以为大家都把我遗忘了 但是没想到我刚刚回来两三天 然后现在中国人的江湖里面又充满了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像看着吧 因为我们做自媒体要保持一定的热度 虽然走到那么久 江湖上还是充满着我的传说 那好吧 我正愁没有题材 就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题材 我知道现在说我坏话的是些什么人 特别是说的最厉害的那些那个人 曾经还是我的一位朋友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在巴蒂亚的这两年 走得比较近的 有四位朋友 其中两个是台湾朋友 大家都知道 我经常在视频里面提到 另外两个就是国内的朋友 并且这两位有很多共同之处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段往事拿来拎出来 聊一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实际上这两位 我都没搞懂 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搞懂 就是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因为我自以为自己并没有得罪他们 即使到后来大家可能一些观点不一样 大不了最终就不见面了嘛 但是没想到这些人都会在网上来攻击我 这点确实没想到 就是不断的刷新了 我对国内某些人的那种人格的那种底线的那种认知 首先说第一位这位成都美女 实际上这两位都是我在国内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在国外这种环境下 我一般那种警觉性比较高 所以说很难走得比较紧 但是因为在国内认识我的人不多 她作为粉丝来联系我不断的思好 我那个时候容易放松警惕 并且他们的背景实际上都不错 比如说第一位这位成都美女 她本身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在巴提亚买了土地 再进行开发 准备 以前是准备要建公寓楼 我想人家生意做这么大 不至于跟我有什么利益冲突 但是后来她就逐渐 就提出 开始暗示后来就明说 就是希望我成为他们的团队之一 就是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团队 就是会在泰国大展拳脚 不仅是房地产开发 还有各种其他的那种项目 因为他们背后是有大资金的支持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 但是我考虑再三 后来我就网言谢绝了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 还是就是不太想受到各种约束 后来的话可能她也到了泰国 到了巴提亚 就是进行她的项目 然后她同时也在做她的自媒体 基本上每个自媒体都是在攻击我 就是把我作为爸子 实际上我也没说啥 我觉得这个东西人格有志 但是我搞不懂的就是 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现在想一想是不是因为 实际上网友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是不是因为她有一次提到 就是因为我那段时间 泰国的房价因为疫情跌得很厉害 我经常拍一些简陋房 就是说这个房子又跌了 那个房子又跌了 她有次半开玩笑地说 你拍这些视频就搞得 我们现在那个房地产项目 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因为她以前是准备盖公寓楼 她现在以后盖好了以后 就卖不起架了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现在调整方案 说是要建别墅 我当时就哈哈一笑 这就是中国人之间的那种交往 就是往往就是牵扯到人的利益 你认识她以后 她就要干涉你了 就是你必须要为我所用 你的内容必须符合我的利益 你是想想的都是觉得很荒诞的事情 接下来说说第二位 我当时还以为是朋友 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体制内的退休人员 这个退休金很高 现在是享受生活的状态 我以为这种的话 肯定也不存在厉害关系 并且我当时也是在自驾的过程中 她说她在某一个地方有房子 可以免费给我们家来住 当时我确实也欣然接受了 也因为我知道 她是以后要去泰国养老的 因为她对泰国情况都不了解 同学医院也不会 以后可能是需要我一些帮忙 我想以后是有机会来报答 所以我也接受了 当时大概住她的房子 是个一室一厅的房子 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吧 实际上那个房子可能四面租金 也就是一千出头那个样子 说实话 那个房子当时住的也不是很舒服 因为没有床垫 就是一块床板 睡着请命 然后空调又不能开 一开就断杂 但不管怎么说 确实是接受了人家的恩惠 我也一直想着怎样的回报 果然不久人家就提出 就是说她这段时间要去泰国 后来想起来 可能是想去减楼房产 因为在疫情期间 那段时间确实泰国的房价很便宜 当然那个时候去就是最困难的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期间 申请泰国的签证是非常之困难的 另外你从国内你要出境 也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也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 据说据她自己讲 她也去找个沟路中介 那中介要不然就是不敢接单 要不然的话就是开价很高 但是也是很不靠谱 没办法只有找我 当然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一不容辞 后来确实也让她把签证搞定了 申请下来了 泰国旅游签证 要知道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当时要搞一个泰国旅游签证 你如果是找中介要花多少钱 这个都不说了 当然还你要出境的话 你关于签证不行 你还有震荡的理由 但是我们大概商量的理由 就是说她在泰国养老 买了个养老房 已经签了合同 要去旅行合同 不然的话定金就没了 我当时也找我在八条的朋友 给她搞了一个合同 拿着这个 她后来也顺利的出境了 并且到泰国也顺利的买了房产了 我想大家应该至少误不亏欠 至少不可能是得罪她 但是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后来她也做自媒体 以前可能都是寒沙摄影的 在那里讽刺挖苦一下 但是现在好像就逐渐有点那种 图穷匕首线的那种感觉 就直接就差点名道姓了 实际上我也觉得无所谓 这个的话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是一个宝贵的人生经历 因为我结识到两个国内的朋友 还都是老乡 并且刚开始还挺信任的 也介绍她认识到我其他的朋友 但是没想到后来也翻脸了 莫名其妙 但是这虽然掉两个坑 但是两个坑都不是很深 我自己损失不大 并且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教训 所以说反观过来 我结交的这两位台湾朋友 就是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像曼谷的这位台湾朋友 我们当时相识也是通过网络 认识了以后 因为台湾朋友大家都知道很有钱 到处都是房产 所以说从这里看得出来 台湾人的厨师之道 确实温良恭敬当 让人君子之交那种感觉 按道理的话 按照如果国内的这种情况 一个大老板 肯定就是请你去山珍海味 但是人家没有 人家就是很委婉的 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早餐 就是他自己 泰国太太准备的一顿早餐 实际上从那个早餐看是简单 实际上真的是不简单 人家里面的面包 都是到那种 比较有名的西餐厅里面去买来的 然后什么果酱 什么黄油 这些一看都是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品牌 还会准备果盘 水果甚至还有榴莲 实际上人家简单的一个早餐 实际上是花了很多功夫了 但是给你的感觉好像就是很随意的一个早餐而已 他实际上这样做 两口用心就在于让你没有心理负担 你觉得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还要回请他 他想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心理吃过饭 然后不需要你任何的回报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的厨师知道 他对你好 他并不要求你的回报 像后来因为大家交往深了 有时确实也在外面吃饭 但是基本上就是离奇的论和群人 他后来他也在讲 他说我也不敢带你去吃 当然大家很熟的情况下 去吃那种很高档的餐厅 因为怕你有心理压力 包括像这一次我过来 像我看网上也在风言风语 说去住人家的房子还不给钱 好像是强行的占人家的便宜之类的 首先这个事情跟你何关 另外的话 我这一次我并没有那种 比如说主动去问 你留个房子给我住 这不是我的做事的风格 实际上我在此之前 我只在视频里面说我要来泰国 然后人家主动说 你过来的时候 我刚好在曼谷那个房子 大概有那么三十天时间 是空着的 你可以过来住 另外在巴迪亚的房子 巴迪亚房子因为它要卖了 已经有买家了 所以在此之前有一个空窗器 你也可以过来住一住 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并且说但是你那个水电费还是要给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朋友高明之处 比较伤感呢 因为现在我们大陆要去台湾也很困难啊 所以说人家真的是做任何事情是不求任何回答啊 这就是大陆的朋友跟台湾的朋友啊 那种相处之道啊 那种差别啊 真的是太大了 大陆总有 我不是说所有的啊 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大陆的朋友啊 确实也有那种古朴之风吧 但是没想到啊 我那两个四川老乡啊 真的让我非常的失望啊 所以说我以前有一点地域黑 但是经过这一次事情把我的地域黑都治好了 因为我身边的老乡啊 都是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资格去说其他省门跟省的人怎么怎么样啊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泰国的这一段经历啊 认识了两个国内的朋友 认识了两个台湾朋友都走得很近啊 但是最后的结局啊 天差地灵 最终啊 当然我也得到很多教训啊